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当初为了想到这个洞里面来呢 因为这个地方有这种天然的环境 我呢又是本地人 从小的这个地方往上流啊 有时候来拿上鱼啊 就晓得这个地方凉快 所以加上西府开发了 要开发乡村的鱼嘛 所以我就寄了这个政策平台了嘛 我就得把它开发打出来了 我叫沈胜勋 今年呢23岁 我呢开发这个陶运动呢 今年呢已经有四个年了 当时因为就是有党的这个政策 发展乡村都有这个平台 所以我们想要党的政策呢 来把这个地方来开发出来 现在开发搞的企业里 经营呢已经大了八了 我们呢 关键是呢 我们也感受了这种好的时代 中央的政策后 习近平中复籍 福明政策后 所以我们老百姓都受益了 人人都受益了 然后这种政策这种环境 或者说这群世该只有共产党才能够做得到 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 发展这个乡村为由呢 就是以云生态为主吧 嗯 饮食方面 是以自己种的农家蔬菜 嗯 农它是天然的 所以是天然的 所以看人们来呢 他就一个是吃得比较放心 而且吃得舒服啊 住下来他也住得安身 哦 我在这个地方呢 留守在这个地方呢 看管后这个农 有看人来 我就说走带要接 要接待看人 没得看的时候 我走上要爬山 要种点蔬菜 嗯 这个养一养一顶鸡也要 然后吃了饭之后呢 中午呢 吃饭之后呢 嗯 应该几小时的出发 晚上看看中央新闻 要给他当的政策 所以现在我们生活的这种 习近平的新时代是感动无比的幸福啊 这个活得充实啊 活得开心 哦 那ppen 我也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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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现在自己出发 都是这种事情 是的 那这样终于摆核 可能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